今天我要讲的就是那两个按钮的交互设置 那大家刚刚我有给大家那个影片 或者是音乐 那我们首先要先插入什么 我们音讯来做示范 那是不是大家的桌面上面有一个音乐的MP3档 我们插入进去 好 好吧 移到适当的位置 ok 好 移进去了 然后再来的话 我们要设置按钮嘛 对不对 要插入按钮 按钮有两种 第一种是播放 然后第二个 暂停 好 暂停 好 那我们要如何用这个按钮来控制这一段音乐呢 首先我们先来做简单的设定交互对不对 好 当触摸到这个按钮的时候 这个影片要做什么事情 做什么事情 触摸方法对不对 然后要记得按添加 按添加 那当再来换这个 当触摸到这个暂停电影的时候 这个影片要做什么事情 这个影片要做什么事情 要做 暂停嘛 对不对 添加 要记得添加 好 再来的话 很重要啊 要怎么样把两个合在一起呢 这样就看起来 怎么办 要剪辑 就是简洁啦 好 你看呢 这个要在它上面 我把这个图层 这边有个图层 我把移上去 好 那这个三角形的播放键 是不是在这个暂停键上面了 对不对 好 接下来我要做交互 再来一次 好 当触摸到这个播放的三角形键的时候 它自己要怎么样 隐藏起来 要记得按添加 好 那当触摸到这个暂停键的时候 它要让这个三角形的播放键 出现 然后按添加 然后按完之后 把两个合在一起 合在一起 大概把它完全重叠 好 我重叠起来 那我们来看一下 好 它就在播放键有没有 好 然后暂停 好 就出现了 播放 它就出现了 暂停 它就出现了 好 OK 好 大概就这么简单